在稍事修整过后 林昆仑决定听从钓友的建议 更换标点 上了一尾小鱼之后 后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口了 然后听钓友说 在西头厅那边那个水库 上了一尾比较可观的 在15斤左右的大鲁鱼 然后我想去试一下 五月的南方 天气已经明显的燥热起来 微风徐徐之下 经过一番跋涉后 林昆仑来到了距离上个吊点 大约百余公里的西头停水库 刚刚我们那个标点的话是属于口真的很差 然后一口都没有 在路过那个小山澳往上走的时候 在下面 看它要不要进食 一边做钓 林昆仑一边讲解着 做钓淡水鲈鱼的要点 只是肝尖却一直没有传来咬口的讯号 见旁边还有钓友做钓 林昆仑便上前攀谈起来 到大石头那个位置是吧 是啊 大石头那边的位置 一个用VIP 一个有铅笔或者用拨扒 用铅笔或者拨扒 VIP就这三款在那边 是的 是的 你今天口怎么样 还可以总共才两口 总共两口都有中 跑一尾 好行 那我们就过去那边 这场好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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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